19世纪的俄罗斯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但迈出这一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很显然也比想象中要大 除了是沙皇本人遭遇刺杀身亡以外 动荡的时局也影响了这个时期俄罗斯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 一份数据表明 亚历山大20时期俄罗斯的野铁量仅增加了67% 同时的德国却增长了319% 在这种情形之下 究竟是勇敢承受改革和前进所带来的正统 还是缩回保守主义的大旗之下 用绝对的独裁统治来缔造政治稳定 一个选择摆在了新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 1845年出生的亚历山大三世 是一个意志和身体都非常强大的人 面对俄罗斯当下的问题 这位先沙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 其坚决镇压革命运动 维持独裁统治来使俄罗斯走出困境 亚历山大三世深信 俄罗斯当下的社会混乱和经济衰退 是由父亲不断升化的自由改革而导致的 所以继位后的亚历山大三世 在第一时间就终止了 其父在位实施推行的诸多改革措施 同时为了消灭俄国内部的恐怖主义 他还在继位的同年 颁布了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临时性法令 这部法令给予了政府官员在规定领域内广泛的权利 来处理各种出版物和各种危害公共秩序的人和事 在这部临时法令的帮助下 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意党几乎被摧毁 俄罗斯恐怖主义的势头得到了暂时的遏制 当相应的受监督之下的生活 让俄罗斯人像是生活在了军事管制中的国家 他们也无疑与自由主义渐行渐远了 为了进一步巩固沙皇的装置统治和俄罗斯的社会等级制度 亚历山大三世取消了农民的自治权 城市中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和仆人的选举权被剥夺 而面对地方出身的权利空弹 亚历山大三世开始重新利用其贵族在俄国的领导作用 此后即行政和司法于一生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必须由当地具有一点财产资格的贵族中产生 一个全新的,当然也是极具保守主义风格的地方行政管理网络 在俄罗斯帝国内铺展开来 当法国大革命燃起了民族主义的火焰以后 民族主义运动者必开始在欧洲遍地掀起 俄罗斯帝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 其内部的各民族情绪也是日益高涨 而在统治者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潜在威胁 为了消除这个隐患,维持政治稳定 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精定地实现大俄罗斯主义 政府高举东正教,沙凡独裁统治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大旗 对非我族类进行强力的压制 在信仰上,异教徒开始被政府施加更多的压力 政治和文化上,俄罗斯化的政策 除了被施加在反叛的波兰人身上 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 甚至是忠诚的芬兰人都没能避免 而在咄咄逼人的东正教和狂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下 一系列的悲剧事件也因此发生了 俄罗斯的反游现象一直存在 从耶卡捷利那大帝时期 因瓜分波兰而进入俄罗斯统治下的犹太人 被规定只能生活在名为栅栏区的特点区域当中 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 长期实行的高压政策 则无疑让俄罗斯的反游态度进一步加剧了 在当时,很多人把亚历山大二世的死亡 错误地归罪于犹太人的头上 进而引发了俄罗斯帝国内部的大规模反游迫害运动 政府对此甚至还有鼓励的行为 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在此期间被屠杀 财富被掠夺 而在俄罗斯的集体迫害和高压法令之下 大量俄罗斯犹太人开始移民至西欧和美洲 在1881年之一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 据估计约有2500万犹太人离开俄罗斯 这也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规模的人口移民之一 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 既以稳固统治的需要 实行了诸多的极端保守政策 但如同所有现代的俄罗斯统治者一样 一些可以维持或发展民族和国家力量的变化或改革 亚历山大三世还是非常愿意接受的 他从这期间 组织和任命了一批有能力的人 形成了一个智男团 智男团会对国家政务进行研究 给到几个处理方案 然后承报给沙皇做出最后决定 在迫具采干智男团的协助之下 这个时期的俄罗斯 煤炭开采量增长110% 石油开采量增长1468% 令铁工业增长159% 生铁锻造业增长487% 小麦和粮食的产量 达到了世界粮食总产量的15% 黑麦产量更是达到了全世界总产量的55% 环境储备量这个时期增加了210% 国家财政增长了近9倍 这一系列工业化时代的傲人成绩 让俄罗斯帝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而表面光纤硬力的俄罗斯帝国 其外表之下 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过程中 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接近的共同民粹思潮和革命运动 便会随着亚历三大三世的高压统治而终结 两者的关系就像是弹簧一样 挤压之下 弹簧看似在收缩 实则是在为下次的反弹 继续更惊人的力量 1887年的一天 民意党人意图刺杀亚历三大三世 但索性提早被检查激光发现并遭到逮捕 刺客们在被送往刑场前 被亚历三大三世告知 只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 并可赦免他们的罪行 最后只有五名民意党徒拒绝忏悔 并主动走向了绞刑架 其中就包括列宁的包凶 亚历三大·乌里亚诺夫 1888年 亚历三大三世乘坐的御用列车 因铁路工作人员失误发生出轨事故 虽然沙皇本人在当时并没有大碍 但在帮助家属脱情的过程中 他不幸感染了风寒 加上事故造成的心理阴影 强壮的亚历三大三世 从此开始患病 并暗中酗酒 逐渐远离国阵 1894年 这位俄罗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沙皇 最终因圣淫离开人世 享年四十九岁 随后 他的长子 尼古拉二世 继位新的沙皇 也许是受其父独裁统治的影响 尼古拉二世深信 沙皇不受兴致的个人权利 是俄国实力稳定 乃至国家进步的唯一保证 但他忽略了 能够有效地开展绝对权力的前提 是统治者拥有极强的个人能力 而尼古拉二世 显然难当此人 大部分人对尼古拉二世的评价 认为他缺乏决策能力 在态度和行为上 他也总是表现了一壶寻常的机械 所以当俄国和整个世界 发生巨病之时 这位不幸的统治者 在危机时期的不知所措 也最终导致了他 不得不接受一个悲惨的结局 在尼古拉二世在位早期 德与情人沙皇的治理 身处经济大崛起时代的俄罗斯帝国 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出了自己的影响力 当然 更多的还是其侵略扩张的野心 在欧洲地区 基于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冲突 俄国与奥雄帝国的关系 开始逐渐破裂 而德国 作为在地缘上 与奥雄帝国的天然盟友 显然与俄国的密切联系 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 已经在暗暗地影响着 未来即将爆发的 那一场可怕战争 另外 由于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扩张 它被英国 视为了对印度的一种威胁 所以当时英俄的关系 也紧张了起来 与两个德意志强国关系的破裂 以及与英国关系的恶化 显然让俄罗斯 处在了一种孤立的地位 在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以后 孤立无缘的噩梦 俄罗斯人 不会再想经历第二次了 于是 基于政治信实的需要 俄罗斯与当时同样受到孤立 并且面对着更大威胁的法国 走到了一起 法国在当时 认购了大量的俄国公债 成为了当时俄国外国财政知识的 主要来源 而经济与政治的结合 让两个孤独的心 感受到了些许温暖 随后 法俄建立同盟 只在两国面对可能出现的 三国同盟军事行动威胁时 提供必要的帮助 而如果说在力量较为强大的欧洲 尼古拉二世 是在努力保持某种力量上的平衡 扮演着和平维护者的形象 那么在力量较为弱小的远东地区 俄罗斯则露出了其侵略扩张的本质 但看到德国 在1897年 获得了交州湾99年的租借权时 隐藏的尼古拉二世 已在马关条约后 三国干涉黄疗有公为借口 强迫新政府 与其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获得了包括大连杆在内的 辽东半岛南部25年的租借权 随后 俄国又在1900年到1901年爆发的 义和团运动当中 以保护驻京使馆和侨民为友 与英法等国 组成八国邻军 趁机瓜分和掠夺中国 八国邻军当中 日军人数最多 俄军其次 俄罗斯还在1900年7月17日 以义和团破坏东青铁路为借口 对清朝管辖的海澜炮 和江东64屯的大秦子民 展开大屠杀 共造成约7000名大秦子民死亡 史称庚子额难 俄罗斯在远东地区 尤其是对东三省和朝鲜野心的日益膨胀 使其不可避免地 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信贷化运动后 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工业强国的日本 爆发了利益冲突 1903年 双方可预见的谈判失败以后 次年的2月8日 日本不相而战 偷袭填补在旅顺杆的俄罗斯舰队 由于日本方面的精心策划 后勤方面的更具优势 和俄国疏于防范 国际上孤立无援等因素的影响之下 俄国在遭遇了多次重大失败以后 加之因经济问题 革命动乱的出现等国内情况的不断恶化 俄国最终在1905年 在美国的周船之下 与日本签订普辞茅斯合约 合约中 俄国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最高利益 并将俄国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 和东青铁路南部至长春的一部分 以及北纬50度以南的库业岛 转让给了日本 同时双方都同意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 虽然日本方面强烈要求 但条约最后 俄国并没有急于日本相应的赔偿 俄国人可以说是在战败以后 获得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但是日俄战争虽然结束了 可俄国内部的纷争 才刚刚拉开序幕 在这个有着保守的政治 社会和文化知识的国家 一段不确定充满可能性和想象的并格时代 即将开启